吐了這麼久,終於要出發了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和教室一樣 有時候會很想念以前學生時期無憂無慮 想行摩托車就隨時出發的那種感覺呢 教室人生第一次騎車環島是在10年前 還在騎骷髏150的時候 那時就是簡單的和公司請個假 然後和老爸說我要去環島了 接著就出發了 而在那個年代沒有像現在一樣方便的Google Mapper 當然也沒有所謂的機車專用導航 手上只有當時最先進第一台內建GPS的Nokia N95 當然對現在的教室而言 環島其實就像是去路口7一樣簡單沒有難度 因為現在的交通 導航都太發達 加上大行動車的路權優勢在移動上 有著很大的便利性 可是回過頭來看一下自己的小害怕 跟了我4年了 都沒有去環島 好像有點不捨的感覺 突然有一天我就心起了不如騎小孩怕去環島的念頭 所以在準備了一段時間之後 教師就帶著我的小孩怕出發了 而這次環島騎的路線是逆時針的環島 因為如果你想要一覽東部海岸線的風光 逆時針環島的海就在你的右手邊 而不會是在你的對向車道 這樣在騎的時候感覺就差很多 雖然騎125沒辦法上快速道路 但是從台中到高雄最快的路線還是走台17的冰海公路 因為紅綠燈最少 同時動線最單純不會有多繞路的問題 不過雖然小孩怕很省油 但一桶油的安全旅程大概抓在200公里左右 為求保險 教師還是盡量這旅程150左右 只要看到有加油站就先加油 確保之後不會碰到沒有油的狀況 當然沒辦法騎西米高架 再到台南之前的路線就是比較複雜 不過一過了旗鼓之後 大家的地位就平等了 因為通通只有平面道路可以騎 只是今年台南失去之後 不免的還是會想要特別繞取岸品吃點小吃 當初的計劃是因為時間緊湊 所以想吃個小菜盒子就好 結果到了之後才發現 他們要下午兩點半才開門 所以只好信心人的離開了 一路騎過黃金海岸 想到當時騎骷龍晚上經過停下來拍照的畫面 一時興起就鑽進山岸區裡晃晃 但不知道為什麼西部的海岸 看過去永遠就是灰灰的一片 沒有像東部那種 攔進你心裡的感覺 所以也就沒有停留太久就繼續往高雄前進了 但騎到男子的時候 肚子真的已經餓到受不了 原本是想看一下路邊有沒有像丹丹之類的素食減餐店 可以簡單的吃一吃之後就繼續趕路 不過當教室在注意路況的時候 意外的瞄到了對象 有一間店面裝潢蠻像西餐廳風格的鐵板燒 也不知道為什麼就突然想說不然去吃一下好了 可能是因為這次騎車換到就是零食起義 所以路上吃點計劃之外的料理好像也是蠻不錯的嘛 我講真的南部的朋友就是熱騎 看到這次騎車環島除了新騎之外 還主動加了非常多量的菜 要我吃飽一點還免得路上餓了 雖然不願意 但在沒有別的TI道路的狀況下 還是被迫要騎進高雄市區 若是騎重車環島 大部分的人都會在台84線就轉到台南預警 一路從南台3線刷過喜山後 接近屏東繼續往南前進 因為大家都知道 要快要順暢就是要避免進入高雄 高雄的交通動線對於不熟的人來說 真的非常複雜 不過嬌之騎的小害怕當然沒辦法這樣做 所以就只能乖乖的騎進高雄市區 只是看到主要道路之一的中華路 這種把所有過路科都當成賊一樣的密集 車速交換機 單單開車就覺得充滿壓力了 你又怎麼會想多在這個城市停留呢 那掙扎了一段時間之後 終於離開了高雄市區 來到了恆春 從早上9點一路鬼混到這邊也差不多下午4點了 扣除掉吃飯的時間也將近騎了6個小時的車 是該休息一下喘口氣 修保氣足後繼續上路 看著眼前的海就是舒服 有一種壓力被通通釋放掉的感覺 最終終於到了墾丁大街旁邊的這個小民宿 這也是今天的目的地 這也是教師用之前合作過的一個 叫做Trip Match的App搜尋到的 一個晚上1500 個人是覺得不貴 所以就覺得住在這邊 晚上的時候當然是要逛一下墾丁大街啦 實際到了大街之後 以星期日晚上來講 這樣的人潮其實還算可以 不過教師有發現一個問題 那就是墾丁大街 重複性質的攤位真的蠻多的 你甚至可以在前中後段 更找到幾個一模一樣的攤位 那這樣子觀光客 再逛下來還會有什麼選擇呢 不過大家應該很好奇 教師的晚餐到底最後選擇什麼了吧 對不起 我最後還是選擇了最保守的麥當勞 那宵夜則是選擇了來自台東風甲的冠志銘當然不好的場 也許教師騎車喜歡冒險 不過對於吃的話 恩還是保守許多啦 到了第二天 今天的行程真的是蠻硬的 從墾丁騎到宜蘭大約有400多公里的路程 所以早早就起床準備出發 先到民宿配了早餐店拿了早餐之後就往旭海出發 因為既然是享受東部海岸線 當然就是要從旭海開始出發才純啦 享受了一下龍潘草原的風景之後 很快就來到旭海 偶爾大的別人坐在路邊吃的早餐 還算蠻放鬆的啊 有很多人問教師說為什麼想要自己一個人環島而不找旅辦 其實 有時候 人群體行動久了 也是會想念一下 單獨行動那種無拘無束的自由感 所以 教師個人認為 偶爾讓自己邊緣一下也不是什麼壞事 至少能夠讓自己的心靈放鬆一下 很快過了壽卡王南輝公路 一下就到洞霧了 第一件事當然就是去吃個冬河肉包填飽一下肚子喔 不過教師在這邊犯了一個非常大的錯 就是誤判了家有的時機點 因為在通過太馬里與資本的三菜路交會口後 你會先看到往東河25公里的路牌 這樣子會讓人覺得 好像到東河只需要25公里 當你騎過小野球之後 就會發現 有一個路標是到東河只剩6公里 那當然你的內心就會覺得安全嘛 沒問題了 可是沒多久之後過了東河 你才會看到路標 變成了往東河市區19公里 也就是說 當你到了東河 要騎進東河市區佳洋的時候 這個路段整整有將近44公里的距離 而教室一開始粗估一桶油的安全騎乘直線大概是210公里 可是在我過了小野球的時候就已經來到210公里 那當然 看到還剩下15公里的路標 當下就是傻眼與絕望 原本油門都是很自由的全開 慢慢的轉變成半開 一路撐 終於撐到了東河 不過很準時的就是12點到 而東河加油站12點到1點的休息時間 所以沒辦法只能夠先去吃個肉包休息個1小時 再來加油 運氣不足的是到東河肉包之後 現場最後一顆肉包就是被教室買走的 後面的客人至少要等他半個小時才要包一次 也順手拿了一張宅配單 寄了十幾顆回去笑盡笑老婆 就這樣一直摸到了一點 終於叫站開門了 打開油箱蓋看到裡面的油 大概只剩下汽油 幫我們上面那一層薄薄的一層吧 還好 沒有顧路 終於加滿油可以安心上路了 可是這時候碰到第二個麻煩 下雨了 下雨其實是還好 反正小愛怕裝這條Pure 20T除非雨天才能標線 不然是還沒到會滑到靠北的程度 比較討厭的是一路到花蓮的雨都是用雨淡的方式在下 就是一陣一陣 明明現在淋著雨 眼前卻是大行天 當教室覺得雨好像停了不會再下的時候 決心脫掉了身上的雨衣繼續上路 結果換來就是一脫晚上路的5分鐘 馬上就來了一場超級無敵大雨 打的教室一個出手不及 那個雨爆的程度大概是不用10秒 你牛仔褲就會全部死掉的那種 大約30秒之後我的防水車水早就已經灌滿了水 這個時候就算後悔想要重新穿上雨也沒用 所以就只能硬著頭皮繼續騎 皮全屍 牛仔褲全屍 車屍還灌滿了水 真的還蠻能想像我晚點還要騎梳花到宜蘭的樣子 不過頭都被洗了也只能乖乖的被洗完 很快過花蘭市區之後就來到了蘇花的路口 在教室把油加滿的同時順便整理一下裝備 就開始挑戰蘇花公路了 還好蘇花公路除了車多外沒有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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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通知我們可以往前超車 說實在的 也許很多人會覺得搭車司機很討厭 但教室真心的覺得 新地很好的搭車司機 還是有很多人 當然到了後半段接近宜蘭之後 時間已經接近了下午點 還蠻擔心在接下來天色暗下來後 教室帶的電獨晶片可能會有時間不良的問題 所以乾脆一不做二不休花個900塊的過路費 來騎一個安全的蘇花改 當然整趟就是保持很安全距離 同時依照規定的速限在騎 沒有看到蘇花改的車很多 但也幾乎沒有什麼不適的感覺 這一點就橫橫的打臉交通部說蘇花改汽車多的時候會讓機車騎士悶熱難耐 外加缺氧的幹話 真心覺得開放一條安全的路有這麼難嗎 當然結束後被警察開單是一定的 不過他們也是聽長官的命令過來開單 所以大家也不用太客人 真的要發現怒火的話 大家還是把火力集中在交通部吧 離開了蘇花公路之後 終於來到了宜蘭 感謝上帝我的體力還撐得住 雖然腳快被跑爛了 不過包含像是皮衣或褲子 其實都已經被風乾的差不多 就這樣子一路開著郭沃導航到今天的住宿點 設計師的家 雖然他們是在宜蘭的民宿 不過相較於墾丁 他們的費用還是稍微高了一點 一個晚上大概在2200左右 不過整個民宿的空間配置就好太多了 不但舒適而且還要免費供應泡麵 距離羅東夜市大概也只有10分鐘的車程 一整個車很方便 當然該逛的羅東夜市還是要逛 雖然有一段時間沒來了 不過還好我還是找到我最喜歡吃抽到皮蛋 狠狠的給他吃個一下 算是補償假的今天也真的痛苦吧 吃吃喝喝的一碗 最終就用一隻雙鞋來替今天 劃下去臉吧 第三天 準備回到西半部 不過相較於昨天的400公里長征 今天的宜蘭到台中 真的只能算是飯後甜點的等級 所以就很愜意的在民宿摸到了10點左右 才退房離開 不過我真的覺得下一次如果還要再來宜蘭玩的話 一定還要再來注意一下這邊 離開之後就先去吃個熟悉的立場肉羹 如果吃到一半就有車友跟我介紹說 其實還有更棒的宋威肉羹 下次來宜蘭一定要來吃看看 一路齊夜台九線往北宜公路前進 每次環島結束進到北宜公路之後 就是會刻意放慢的速度來看一下宜蘭的景色 這裡真的是一個可以讓的放鬆的好地方 不過教室其實不太喜歡騎北宜 尤其是在暑假的時候 因為壓力真的很大 我能夠接受被人家逼車 或是被刷卡超車 但是在這邊卻是會有一種 隨時有可能被對象摔過來的小屁孩激弱的不安感 只是這一段時間 好像北宜戒嚴的關係 所以整段路上幾乎沒有什麼車在跑 一路無穩的騎到平靈之後 簡單的加個油 到7-7喝個水休息一下 再繼續上路 也因為北宜戒嚴的關係 所以就連過去最熱門的追焦點 也沒有什麼車友聚集 不過也因為這樣子 很難得可以悠閒的跑完整趟北宜公路 回到熟悉的西半部 從110線到接到三峽之後 就是騎著熟悉的台車線回台中 一邊騎著小小花追隨著過去騎著骷髏 在這邊奔馳的模樣 一面把留在東部的那顆星慢慢的傳送回來 也許有人會覺得騎摩托車環島 離開東部之後 到了家 會有一點失落感 不過教室個人覺得 只要還在騎摩托車 失落感還是就留在回到家 停好車 熄火的那一刻 也許年紀滿滿的會增長 但是只要你熱愛騎車的那一顆星一直都在 每當你感到失落 或者是困惑的時候 別忘了 就是 去騎摩摩托車吧 每當都在一顆星期間 也許要得到 有 不是 那我 那我 不是 我